第九章 五饼二鱼 耶稣听见这个消息 就想独自安静一会儿 门徒们聚集在耶稣身边 要向他报告工作和传道的经过 可当时来来往往 照他们的人实在太多 他们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私下跟我到旷野去歇一会儿吧 于是他们乘船悄悄地 到了一处僻静的地方 可是那些见过耶稣行神迹治病的人 在他们离开时认出了他们 便从各城镇步行赶了过来 耶稣一下船 看见这一大群人 好像没有牧人的羊 就接待他们 向他们宣讲天国的福音 医好了有病的人 黄昏时 门徒来对耶稣说 这里是荒郊野外 天又晚了 请打发人们离开吧 好让他们到村庄去各自买些吃的 那时 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 耶稣抬头看着这一大群跟着的人 回答说 不用了 你们给他们吃的吧 不过 你们到哪儿去买饼给他们吃呢 耶稣这样说 是想试试肥利 其实他知道应该怎么做 肥利回答说 就算买两百个银币的饼 也不够他们每人吃一口啊 况且 我们哪来这么多钱 买东西给他们吃呢 耶稣说 看看你们有多少饼 另外一个门徒 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 对耶稣说 这里有个小孩子 带了五个大麦饼和两条鱼 不过 这么多人 这一点东西实在无济于事 除非我们去买食物 才够这么一大群人吃 耶稣说 拿来给我 耶稣吩咐门徒 叫大家分组坐在草地上 于是众人坐下 有的五十人一组 有的一百人一组 耶稣拿起那五个饼 两条鱼 举目望着天 注谢后 摆开递给门徒 让他们分给众人 然后又照样分鱼 众人随意吃 都吃饱了 当时吃的人 不计算父女和小孩 单是男人 就有五千 众人吃饱后 耶稣吩咐门徒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不要浪费 他们收拾起大家吃剩的 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 竟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众人看见耶稣行的这个神迹 都说 这人真是那位要来到世上的先知 耶稣知道他们想强行立他作王 就催门徒上船 叫他们先渡到加利利湖的对岸 他自己却留下来 打发众人散去 待众人都离开后 耶稣就独自上山去祷告 到了晚上 门徒在湖中心的船上 耶稣不在他们那里 而是独自在岸上 忽然湖面上狂风大作 波涛汹涌 门徒的船离岸还很远 遇到逆风 船身被波浪撞击的摇摆不定 耶稣看见门徒在逆风中 拼命摇摸非常吃力 天将破晓的时候 耶稣在水面上向门徒走去 想要从他们旁边经过 门徒看见有人在湖面上走 以为是幽灵显现 吓得惊叫起来 耶稣立刻对他们说 放心 是我 不要怕 彼得说 主啊 如果真的是你 就叫我在水面上 走到你那里 耶稣说 好 你来吧 于是彼得就从船上下去 站在湖面上 朝耶稣走过去 他看到风浪很大 就害怕起来 身体随即开始往下沉 急忙大喊 主啊 救我 耶稣马上伸手拉住他 说 你这个信心弱小的人呢 为什么怀疑呢 他们上了船 风浪就平静了 船上的人都服服敬拜耶稣 说 你真是上帝的儿子 然而 门徒心里还是十分惊奇 因为他们仍然不明白 耶稣分离那件事的意义 心里还是鱼丸 船立刻到了目的地 就是湖对岸的 格尼萨勒 耶稣和门徒刚一下船 众人立刻认出了耶稣 他们听到耶稣在哪里 就把病人用垫子抬到哪里 事实上 耶稣不论到哪一个城市 乡镇和村庄 人们总是把病人抬到街市上 求耶稣让他们摸一摸 他衣裳的碎鞭 所有摸过的病人都好了 耶稣看见众人到处找他 就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找我 并不是因为看见了神迹 而是因为你们有饼吃 并且吃饱了 不要为那避坏的食物劳苦 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 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食物 努力工作 因为人子是父上帝所印证的 众人问他 我们怎样做 才算是做上帝的工作呢 耶稣说 相信上帝所拆来的那位 就是做上帝的工作 他们又问 那么 你行什么神迹 让我们看了可以相信你呢 你要做什么呢 我们的祖先在旷野 有马拿吃 正如圣经说 他从天上赐下粮食 给他们吃 耶稣却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不是摩西从天上赐给了你们粮食 而是我父上帝 将天上的真粮食赐给你们 因为上帝赐的粮 就是从天降下 赐生命给世人的那一位 他们说 先生 求你把这粮食 天天赐给我们吧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到我这里来的人 必定不饿 相信我的人 必永远不可 但我对你们说过 你们虽然亲眼看见我 却不相信 凡父上帝赐给我的人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因为我从天上下来 不是要随自己的意思行 而是要遵行 差我来者的旨意 差我来者的旨意 就是要叫一切 看见儿子并相信的人 得到永生 在末日 叫他们复活 犹太人听见耶稣 自称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就小声一轮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我们都认识 他怎么能说 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不要议论了 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 吸引人到我这里来 没有人能来 到我这里来的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先知书上说 他们都要受上帝的教导 凡听从父上帝的教导 又去效法的人 都会到我这里来 这并不是说 有人见过父上帝 唯独来自上帝的 才见过父上帝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相信我的人有永生 因为我是生命的粮 你们的祖先在旷野 吃过玛拿还是死了 但人若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粮 就不死 我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生命之粮 人吃了必永远活着 我赐下的粮就是我的肉 是为了让人得到生命 犹太人激烈地争论起来 说 这个人怎么能把自己的肉 给我们吃呢 耶稣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如果你们不吃人子的肉 不喝人子的血 就没有生命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有永生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 因为我的肉是真粮食 我的血是真饮品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 常在我里面 我也常在他里面 永活的父上帝差我来 我是靠他而活 同样 吃我肉的人也靠我而活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真粮 吃这粮的人必永远活着 不像你们的祖先 虽然吃过玛拿 最后还是死了 有些门徒听了 就议论说 这些道理实在太难懂了 谁能接受呢 耶稣看出他们的心思 就说 这些话叫你们难以相信吗 如果你们看见人子上升 回到他原来所在的地方 会怎么样呢 叫人活着的是灵 肉体毫无益处 我的话就是灵 就是生命 然而你们中间有些人不相信 其实 耶稣早就知道 谁不相信他 谁会出卖他 于是继续说 如果不是父上帝赐恩 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从此以后 很多门徒离开了耶稣 不再跟从他了 于是 耶稣问那十二个门徒 就是他拣选的十二师徒 说 你们也要离开我吗 西门彼得说 主啊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从谁呢 我们已经相信 并且也知道 你是上帝拆来的圣者 耶稣说 我不是拣选了你们这十二个人吗 但有一个是属魔鬼的 耶稣这话 是指着加略人西门的儿子 犹大说的 他是十二个使徒之一 后来出卖了耶稣 有几个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 从耶路撒冷来 他们看到耶稣的门徒 有些吃饭前 没有照礼仪洗手 认为不合体统 就质问耶稣 为什么你的门徒 吃饭前 不行洗手之理 破坏祖先的传统呢 因为法利赛人 和所有的犹太人 都居守古人的传统 总是先照礼仪 洗手之后才吃饭 从世上回来 也先要洁净自己 然后才吃东西 他们还拘手许多 其他规矩 如洗杯 罐 铜器等 耶稣回答说 为什么你们拘手传统 而违反上帝的诫命呢 上帝借以赛亚先知 针对你们这些 伪君子预言说 这些人嘴上尊敬我 内心却离我很远 他们的教导 无非是人的规条 他们敬拜我 也是枉然 这句话一点不错 你们只知 拘手人的传统 却离弃了上帝的诫命 耶稣又对他们说 你们为了拘手 自己的传统 竟巧妙地 废除了上帝的诫命 摩西说 当孝敬父母 咒骂父母的人 都要被处死 你们倒主张 若有人对父母说 我把供养你们的钱财 已经全部奉献给上帝了 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不奉养父母 你们就是这样 为拘手传统 而废除了上帝的道 类似的情形还有很多 耶稣又召集众人 教导他们说 我的话 你们要听明白 吃进口里的 不会使人污秽 从口里出来的 才能使人污秽 耶稣离开众人 进了屋子 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 并说 你知道吗 法利塞人听见你的话 很反感 耶稣回答说 凡不是我天父栽种的 都要被连根拔起来 随便他们吧 他们是瞎子给瞎子领路 瞎子领瞎子 两人都会掉进坑里 彼得对耶稣说 请给我们解释一下 这个比喻 耶稣说 你们还不明白 不知道吗 从外面进去的 不能使人污秽 因为不能进入 他们的心 只能进他的肠胃 最后会排出来 也就是说 所有的食物 在礼仪上 都是洁净的 他继续说 从人里面发出来的 才使人污秽 口中出来的 乃是发自内心 因为从人的心里 能生出恶念 苟合 偷盗 谋杀 奸淫 贪婪 邪恶 诡诈 放荡 嫉妒 毁谤 骄傲 狂妄 这一切恶事 都是从里面生出来的 能使人污秽 不洗手吃饭 并不会使人污秽 耶稣启程去泰尔地区 他进了一户人家 原本不想让人知道 可人们还是注意到了 当时 有一个来自叙利亚 菲尼基的希腊妇人 她的小女儿被鬼附身 她一听见耶稣来了 就立刻赶来 伏伏在她脚前 恳求她赶出她女儿身上的鬼 她大声恳求耶稣说 我的主 大卫的子孙啊 可怜我吧 我女儿被鬼附身 受尽了折磨 耶稣却一言不发 门徒上前求她说 请打发她走吧 她老是在后面喊叫 耶稣回答说 我奉差遣 只是来寻找 以色列家迷失的羊 那妇人立刻上前跪下 说 主啊 求你帮帮我吧 耶稣对她说 要先让儿女们吃饱 因为把儿女的食物丢给狗吃 实在说不过去 妇人说 主啊 你说得对 可是狗也吃主人饭桌上 跳下来的碎渣呀 耶稣说 父人 你的信心真大 你回去吧 因为你这句话 鬼已经离开你女儿了 就在那一刻 她女儿痊愈了 她回到家里 见女儿躺在床上 鬼真的已经从女儿身上 出去了 耶稣离开泰尔地区 经过西顿 来到底加坡里地区的 加利利湖 上了山 坐在那里 人们纷纷把瘸子 瞎子 哑巴 和各种残疾有病的人带来 放在耶稣脚前 她就治好了他们 有人带着一个 又聋又哑的人 来见耶稣 恳求她 按手医治这个人 耶稣就带她 离开众人走到一边 用指头 伸进她的耳朵 又吐唾沫 抹她的舌头 望天长叹 对她说 以法大 意思是 开了吧 那人的耳朵 立刻开了 舌头灵活 说话清楚了 耶稣吩咐他们 不要将这事告诉人 可耶稣越是这样吩咐 他们越是极力宣扬 听见的人 都十分稀奇 他们看见 哑巴说话 残疾的复原 瘸子走路 瞎子看见 就说 他做得是好极了 甚至叫聋子听见 哑巴说话 便赞美 以色列的上帝 那时 又有一大群人聚在一起 耶稣看见他们 没有东西吃 就叫门徒来 说 我实在怜悯这些人 他们跟我在一起 已经三天了 现在一点食物也没有了 若要他们空着肚子回家 准会支持不住 晕倒在路上 因为有些人是远道而来的 门徒说 这么偏僻的地方 到哪儿去找足够的食物给他们吃呢 耶稣问 你们有多少饼 门徒答道 七个饼 还有几条小鱼 耶稣 马加丹地区 有几个法利赛人和萨都该人 来试探耶稣 要求他从天上 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耶稣深深叹息道 这世代的人 为什么总是要看神迹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的人 休想看神迹 傍晚的时候 你们看见天边出现红霞 就说明天一定是晴天 早晨的时候 你们看见天色又红又暗 就说今天必有风雨 你们懂得分辨天色 却不能分辨时代的征兆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 想看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别的神迹给你们看了 然后耶稣离开他们 乘船回对岸去了 门徒忘了带柄 整条船上只有一个柄 耶稣就警告他们 你们要谨慎 要提防法利赛人和萨都该人的教 门徒便一起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柄吧 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 就说你们这群缺乏信心的人呢 为什么讨论没有带柄的事呢 难道你们还不明白 不领悟吗 你们的心还是明完不灵吗 你们有眼不会看 有耳不会听吗 你们不记得吗 那天我掰开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吃 你们捡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呢 门徒打道 十二篮子 耶稣又说 那天我用七个饼喂饱四千人 你们捡了多少筐零碎呢 门徒打道 七筐 耶稣接着说 你们还不明白吗 我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和萨都该人的教 指的不是做饼的教 门徒这才恍然大悟 知道耶稣不是叫他们当心什么面教 而是要提防法利赛人和萨都该人错误的教导 感谢观看